A-B還有B-A B-B-A這邊就是說 我們在過零的時候 A物體一定都為保留物體 如果我們已經先A-B 我們先取是方塊 然後 點點它 選掉B 我們會發現 我們B物體 會檢取 我們的 A物體上面 會有我們點到B物體的 一半殘留的 上面的 就是 我們如果使用 交集 它這邊會改為 相較的地方留下來 圓集的話 它就會讓方形跟圓形成為一個物體 如果我們用B-A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的蛋乙 鹽體會 上面 我們點A跟A-B 我們剛剛說過 A物體 是為一定會保留物體 所以我們這邊B 我們剛剛就先學習方形 點掉A 所以我們 B物體就 被我們剪掉 所以我們 剪掉 首先 A OK OK 上線的Bot OK 上線 兩個 特別 U.R 一 aggregate 結果 回發 雖然 快 半bit 不过没有解决 突然有 我们先 被剪成了 呃 有点 C2 步零的時候它是CN 如果一次要多重簡詞的話 要先把兩個物體 Groove起來 OK 我們再創建一個bar 然後我們再創建多個圓球體 OK 我們把它選取 Ctrl 加 左鍵 左鍵 如果要選擇 單一選取 左鍵 左鍵 剪掉 剪掉 然後 按 OK OK 如果我們一定要剪掉 所有物體 我們又不想 回合起來 我們可以 對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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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不 我們可以 點 剪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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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我們看到 它並沒有連平的狀態 而且它可以一式的剪取一個的物件 在這邊高級布林 算是一個蠻方便的 可以說一定是取代布林的狀態 多個幾核心物體 連住 有管狀物體 然後圈圈圈 然後過來圈圈圈 首先我們看看 我們現在都是為351的物體 我們可以框選它 像我們剛剛說的所有群組 然後這邊我給1 那我們現在的群組 旁邊有個大空框 就是我們現在群組化的框選範圍 如果我們會框選它 移動它 都可以 如果 如果 打開 OK 所以 移動 好 好 我們可以 close 如果我們今天 open了 對不對 我們可以 我們不想要這個物件 我們可以 brook裡面的 cpatch 選掉它 它就變成獨立的物體 我們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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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間 close 我們的群組 我們這個 就變成單一物件 所以 我們這場景中 就變成 就是說 兩大類型 就變成單一跟群組 剛剛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Heidi 好 插 洗